经过两天的苏密会议 经过五次的投票 我们选出了一位新教宗 今天我们在圣母前面 很高兴访问到我们新店地区的教友 张向文姐妹 她也是我们亚洲真理电台的节目主持人 张姐您好 你好 第一次听到是一个不是原先 几乎没有人讨论她的一个人选出现的时候 那么您的感觉是什么 我马上上网 因为在这个之前有很多人给我们很多资料 甚至有那个资料从A排到Z 就是说A的名字是谁 B的名字是谁 我觉得很好就是说她排在B 而且是排在第二个 所以我一看说 原来就是这一位选上了教宗 所以终于知道她是阿根廷的 她叫什么名字 因为她是B字打头 然后排在那个照片的第二个 所以我就看了以后就说 原来这一位 说当时是不是我们在看照片的过程中 选到了她其实已经不记得了 很高兴就是说在这个大家都期待的 没有那么长的时间让我们看到说 终于选了一个南美的那个出来做教宗 一个南美的教宗和大家原先考虑的或者是期待的 甚至是大家议论纷纷的都不一样 因为即使是南美洲 那么第一大热门人选好像也不是她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会不会让你觉得意外呢 我觉得其实我没有预设的立场 我只是在想说 一直当时在选举的时候 我一直在求圣神 就是说天主请你帮忙 让他们真的选出一个天主要的 而不是我们要的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说我们要的是谁 所以我没有预计说她应该从哪里来 但是因为知道她是从南美来的 其实我也很高兴 因为南美其实有蛮多的教友 而且他们讲起来应该算是比较偏远 所以真正对那边的照顾 我就觉得说假如说我们一直都在欧洲这边 可能对那边照顾也不够 我相信说天主圣神让她当选 毕竟有她的道理在 所以我没有什么特别说我期望谁出来 那第一次看到教宗 知道是她 你的第一眼的印象是什么 因为我记得在本堵十六 我第一眼看到她 我觉得她是个严肃的人 那第一眼看到我们这位新的教宗方济的时候 您的感觉是什么 我先看她的照片我觉得是很严肃 后来看到她从那个西斯丁堂走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她跟照片上不太一样 那种感觉是说有一点 有一些就是说应该也算是保守吧 但是就是说她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很慈祥 那因为后来就是说看到她的一些生平 让我就想起就是若望二十三世的选举的时候 其实也是大家没有想到的 后来她出来 那这一位也是大家没有想到后来她出来 所以我觉得是说真的是来自天主圣神 而且加上说她后来取名叫方济 那我觉得说方济又是头一位教宗叫方济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方济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圣人 好 她是环保的主宝 她是生态的主宝 那从她选这个名字 我相信她早就看到整个的宇宙的乱象和地球的乱象 所以我相信说她愿意去走方济的这条路选 这个名字一定有她的道理 所以相信说即使说她已经76岁77岁 就像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她也是很老出来 她做了五年 可是她推动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 所以我们就说当时她出来 其实很多人也说她出来做不了什么 她已经那么大年纪 而且也不是他们的预定的人选 那我相信说这位教宗她既然叫方济 她必定要走方济的这条路 就是让整个世界不要再这么太过于富裕 因为我们知道说方济是神平的 就至少在各种享受上 我相信这位教宗她都有她自己的盘算 叫这个名字 那我们知道新的教宗事实上不但有她自己的使命 有天主交付的使命之外 她一样因为必须面对国际的情势 那目前不但是有内政上的问题 教廷尤其在整个对外的事务上 像一些主教的表现不尽理想等等 都受到很多的挑战 那这会不会让这个比较偏年长的教宗大为头疼呢 我想可能她一直在经过的过程中 早就看到这些早就碰到这些 而且南美洲也不见得没有这些事情 所以我记得本篤十六师她在退位的时候 她特别讲到说教会的民生被分化和敌 就是和敌对所玷污 然后她隐悔的就批评梵蒂冈教廷的权力斗争 所以她一直提出来的一个就是 我希望新的教宗是家世清白的 那我们在想说一个家世清白 为一个教宗他从小长到大 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 所以他的角度去看这个国际发生的事情 可能和一般如果说在贵族家 或者很有钱的人家出来的人 他所看的不同 那我就想到说那个教宗若二十三世 他常常去监狱里看一些人 但是这个教宗就是我听说 他也去照顾一些智障的这些 所以我相信说他会全面的去看整个的发展 尤其是我们教会应该做一些什么 而且敢做一些什么 对华人的教会来讲 目前呈现一个比较特别的状态 因为除了亚洲地区之外 即使是在亚洲也有非常不自由的状态出现在信仰方面 那对于这样子的情况 您觉得这个新的教宗像过去的若望保禄二世 本独十六世都非常的关心亚洲的信仰自由 这位教宗会不会承续这样的关注在亚洲这个方块上 我想亚洲对我来说太大了 我比较关心的还是中国大陆 所以我希望是说教宗 新任的教宗他能够秉持前头两位教宗 对大陆的特别关怀 那我们也希望说大陆因为 这个教宗选出来之后 也希望说能为这个教宗祈祷 真的让他让大陆的宗教能够自由发展 谢谢 新的教宗对你个人在信仰上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其实还是要从他的名字说 因为我自己也是方济会士 所以一听他叫方济就觉得很兴奋 所以就特别对说 你叫方济你得有按照方济的方式来走 就像前一位前一任他说他是本堵十六市 其实他是也要继承本堵十五市 他当时的一些理念 所以我想这个教宗应该是 头一位叫方济的 他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们我想我们能做的就是为他祈祷 然后让中国大陆的人早一点得到信仰自由